明天即将在花莲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慈祭人医年会 从明天的上午7点50分左右就会同步线上直播 主题聚焦于AA 又让医疗科技与温度的人文相遇 中秋月圆TEMA团圆国际慈祭人医会 每年中秋相聚举办年会 今年由台中慈祭医院主办 主题回眸凝视为爱不变 爱翻译成也可以成AI的意思 所以我们希望在AI科技 大家非常注目的一个同时 我们也了解它可能跟医疗做怎么样的一个结合 怎么跟爱做一个最好的 把它把那份心给它圈起来 那份的一个感动 活动从15号开始围棋三天 以AI为主轴邀请多位重量级讲师 包含何硕董事长佟子贤 Acer创办人施正荣 医疗方面台中荣总院长陈世安 另外还有作家杨兆等等 杨兆先生他就用这个好像恐惧疾病 跟人文关怀作为他的主题 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人文涵养非常够的 除了专业也许在科技方面涵养很高以外 其实人文涵养更是重要的一块 国际慈济人议会成员遍布全球25国 医护和志工超过14000人 今年中秋美国莫三比克 约旦 柬埔寨等国家都会归来齐聚花莲 当医疗专业遇上人文 冷冰冰的科技也将有了温度 大海新闻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